我差点把正事忘了 是这样 我早上出门的时候 太着急了 所以钱包忘拿出来了 刚才买单的时候 我才发现 如果我没看错 刚才你是跟朋友在一起 他们一定还没走远 话是这么说 不过因为一些个人的原因 不太好把朋友叫回来 是 不太方便 对吗 对 你看 因为几十块 把朋友叫过来一趟 也不太合适吧 所以 所以 你想让我借一点钱给你 一百就行 我 我把我的号码留给你 我明天亲自把钱给你送过去 拜托了 现在的女孩子还真是主动啊 搭讪的方式都这么别出心裁 搭讪 怎么可能 我怎么可能喜欢她嘛 我 我不是什么喜不喜欢你 其实 我意思是说 你看你这么高 又高又帅 我是真把钱包忘了 要不让你们检查一下我的包 这样好了 钱我借给你 联系方式我们互留一个好了 你行 谢谢你啊 这位小姐是向我开的扣 当然要由我来给她 联系方式就不用留了 钱那也不用还了 因为我最恨别人多人所爱 不想跟这种人打任何交流 说什么呢你 装啥也没关系 我要走了 你可以在这儿慢慢装 好 还有一件事 还有一件事 喂 若兰 要我跟你说 刚才我又碰见那扇车车车主了 然后呢 他抹了我一脸蛋糕 你先别啊 自从上一次我从那餐厅逃出来之后 我呀 我每天我就担心 我要是再碰见他 他追着我赔那水果树的钱 怎么办 现在我踏实了 你说 他抹了我一脸蛋糕之后 是不是就不能再追着我赔那钱了 初恰 你吓的行为 真是我今天听过最幼稚的事啊 我不跟你说了 你怎么回事啊 喂 你怎么回事啊 刚才跟你见面的刘家小姐说 你精神有问题 喂 喂 你倒说话呀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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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什么事 相信你也猜到几分了吧 不然那天你也不会问我 会不会相信你 当时为什么不说 太风我找你了 孟小 老爸 我愿意相信你 也知道你这么大的孩子 不爱跟家长交流 可是如果你什么事情 都憋在心里的话 别人又怎么去相信你呢 我没有瞒你是吗 孟小 你是不是 真的挺喜欢那个瑶瑶的 你不要劳爸我当小孩子 我知道 在我们这个年纪 搞什么喜不喜欢很没有意义 这个道理我懂 你不要一看着男生 和女生在一起 就想到恋爱 这样很俗 那你为什么还要天天跟瑶瑶在一起 她是我朋友 我没有什么朋友 就算是这样 可现在的问题是 瑶瑶的父母 非常地担心 你要明白 在每个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 每个家长都是很有压力的 那个人怎么去对我没压力 一直对我不闻不问 那个人的事 我们不讨论 不管怎么样 我已经答应了她的父母 不许你跟她再有斗鱼的接触 希望你们能够保持距离 你凭什么替我做决定 没事 我爸我妈跟我谈过了 他们不太相信这是误会 看来以后 我们真的得保持距离了 没事 时间长了 他们就会明白的 其实梦想 你也应该理解你妈妈 没有人跟她分担 照顾你的责任 这次不能再像以前一样了 不两句 没个结果就结束了 你又干吗 干吗 电脑搬到外面去 你做功课用电脑我理解 但是以后 回家写作业到睡觉这段期间 必须在我的视线方面之内 唱歌的 明星 谢谢你 我怎么不过 才能久不过 而且我该打过来 就照片了 音乐 什么事 哪里 然后 来 我在 改变的 很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跟她去聘啊 她有个三打 那我一年去诅咒她 不是 菲菲 你说这种情节 我小的时候在电影里面看过 但是觉得挺浪漫的 可是如果放到现实生活当中 这是不是有点不靠谱的 就是放到现实生活中 才会让人为之一振 初夏 我这份感情你必须支持我 为什么 因为能够让你的工作也一并解决了 怎么说 达芬奇他们夜店正在招收文职人员 这份工作跟普通职员一样 都是白天上班 就算晚上有活动也是九点以后 最关键的是 只要有达芬奇照着你 你就不会因为工作而影响了照顾梦夏 菲菲 祝你们幸福 你